为了赚钱 我信了骗子的忽悠 他们说来听课就有钱拿 可最后 我成了邪神的祭品 我伸手将电视关掉 看向眼前的男子 最近市里发生的一系列的失踪案 你是说你弟弟也是失踪人员之一 嗯 已经失踪有几天了 怎么来找我调查 警方不是在跟进 我顺手翻了翻男人给的资料 里面字里行间的全是敷衍 我怀疑这人就压根就没想找人 瞧瞧 没姓名 没照片 没详细信息 哦 给了个性别 男 则 再让我看看职业 好嘛 混混 贪财 抠门 爱占小便宜 疑似有精神问题 还附带打了马的精神鉴定报告 好家伙 确定了 这人就没真想找人 也在等 不过母亲现在很焦急 为了母亲能稍微安心些 就多找些人找找 来找你也是朋友推荐的 可以的话就麻烦你了 说完将手边的箱子递给了我 这是定金货 估计我这辈子都不能见到这么多钱 有了这些钱 我就能建村子了 我笑咪咪地接过定金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会有好消息的 也让你的母亲放心 今天是个好日子 金主爸爸给钱呀 明天是个好日子 警察哥哥努力呀 送走人后 我将手边的资料丢到一边 一边哼着歌 一边数着钱 多么简单的任务啊 只要等警察结案 我就可以同步结束了 倒是让我发了笔财 谁能想到我这样一个 成天抓猫找狗的虾米侦探 有一天也能接到这样一个大单 为他推荐我的朋友 可真是我的大安人啊 插播一条新闻 部分失踪人员 被分尸 重案组疆 在家数了两天的钱 我 正兴致勃勃地计划着之后的建村工程 突然听到了新闻播报 不太对 分尸 二 我人正站在一个偏僻的废弃工厂前 说实话 最初接这个委托的时 我就压根没打算参与调查 我没道德 就打算等着警察结案 这事看着也没啥危险 更何况雇主看起来也并不在意失踪的弟弟 白德的钱谁不要 但案件升级 陆续传来失踪人员死亡的消息 尸体被碎尸 血液放了得干净 尸块毫无规律地丢弃在城市的不同位置 同时还有人在失踪 目前 失踪人数达到了近三百人 所有失踪的人员 男女老少都有 职业各异 没有发现他们任何共同点 一切好似都是随机的 一时间人心惶惶 普通人更是连门都不敢出了 我有些不安 打算和雇主商量退出这次的任务 近期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不予危险沾一点边 在与雇主电话交流的过程中 那个为雇主推荐我的朋友 也突然插入了进来 他似乎与雇主争论了什么 但我没有听清 电话滋滋作响 信号差极了 好在 结果是好的 我可以退出案子了 雇主甚至给我打了一笔精神补偿 财神啊 三 可事情是从哪里开始不对的呢 我又为什么会突然跑到这么个 人际罕至的地方 说起来 在我已经决定正式退出的当天 我听到了敲门声 当我从猫眼看去时 没有发现任何人 开门发现了一个匿名快递 一张照片 一张打印出来的字条 你终将回归神的怀抱 照片是一张只要看一眼 就能产生生理不适感的集团图片 周围围着一圈黑影 中间 中间的是我 我将照片烧掉了 顺便去调了门口的监控 画面中快递凭空出现在我家门前 紧接着响起了敲门声 我反复地拉着进度条 确认这一整天没人来到我家门前 这太诡异了 我甚至升起了搬家的想法 第二天还没等我实施想法 就又收到了新的快递 同样的凭空出现 同样的无人经过 这次里面除了字条 还放着一些照片和一个诱盘 字条上写着鲜血使灵魂回归神明怀抱的通道 照片的内容是人碎裂的尸身 血液满地 诱盘里放着这些人死亡的过程 特效 哪有人能自己飘在半空 然后突然碎裂 可随后我发现 视频里的人就是那些被发现并确认死亡的失踪人员 甚至还有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被找到的人 就在我拿着视频与还未被找到的失踪人员相对照时 警方公布了新的死亡名单 对上了 四 这次我选择了报警 将照片视频 还有我目前的情况都交给了警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收到这些照片 但现在看来这不是我该隐藏的 甚至我现在很危险 需要保护 我被拒绝了 为什么 警察忽略了我 甚至忽略了我提供的信息 这很不对 我再次收到了新的快递 同样的过程 阴魂不散地让我恐惧 不敢出门去取 所以这一次 他凭空地出现在了我的房间中 那一瞬间我突然崩溃 抓起快递开始疯狂地摔打 为什么会不存在 怎么可能不存在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快递破损掉出了里面的物品 有几张工厂的照片 照片上给了详细的地址 还有几张内容是几十名被捆绑的人 上面写着九月十日 一张字条你会来吗 这似乎是一个邀请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人给我发这些东西 但我知道我不会去 我做不了就是主 我很怕危险 也不想死 我只会再次发信息给警察 似乎是知道我不会去 我在同天再次收到了第二个快递 看到他时 我甚至有些麻木 对方是真的很想让我去 那又如何 我不会去的 但我错了 这次是一张很普通的照片 一个祥和而普通的村庄 没什么特别的 照片的背面写着 你或许想知道他的故事 这一刻 我知道 无论有多危险 那里 我是一定会去 哦 这地方真偏僻 似乎还是一个烂尾工程 大概是晚霞照射下那一眼的错觉 这地方在我看来十分的血腥阴森 老实说 我不是很敢进去 我在八日来到了这里 守在暗处 吃了两天的压缩饼干 啥也没守到 这很奇怪 我提前报了警 今天已经是十号了 这两天 这别说人了 我是一个活物都没看到 作为一个废弃的场子 它并没有大门 我可以一眼望进场子内部 甚至连我最初认为 有可能会出现的 给我送快递的人都没看到 更别提照片上被绑着的人了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 脖子上的录像器 最终决定自己进去看看 话说 正常的工厂是有地下通道的吗 我拿着手电筒 走在我发现的地下通道处 湿漉漉的 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正常的隧道 倒像是某种未知生物的长道 终于走到了尽头 那里竟有一个让人一眼看去 就觉得生理不适的巨大的祭坛 数十名身穿黑袍的人 正在围着祭坛跪拜着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容器 高举过头顶 里面似乎盛放着什么 祭坛上同样站着一名身穿黑袍的人 他们口中念叨着什么 我听不懂的话语 邪叫 我想再仔细地听听 还是不要细听得好 一道声音突然从我耳边响起 有些耳熟 我回头看到了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 很普通的长相 但气质很是温和 他有一双桃花眼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是警察 之前的报警有效了 可我之前等了那么久 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 是还有别的通道 有看到祭坛上面吗 我下意识地顺着他的指引向祭坛上望去 祭坛上还有一个人 之前似乎是角度的问题我没有看到 在祭坛上的除了最开始我看到的黑袍人 还有一个成大自行被绑在祭坛上的人 我又调整了一下角度 是雇主 我下意识地向前走了一步 但男子按住了我 示意我别冲动 而我也在这时想起了他的声音 为什么熟悉 我曾与雇主通话时听到过这个声音 那的推荐雇主来找我的雇主朋友 你过不去的 而且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过不去 你再仔细看看 我再次望去 哪还有什么祭坛 眼前是一面空地 再向身后看去 来路也不再是我之前走过的隧道 而是能一眼望到外界的工厂大门 刚刚那是什么 幻觉 那是给神的祭祀 他现在在另一个时空 我们可以看见 却无法触碰神 不同的时空 那祭坛上的人 是给神的主祭品 之前死亡的人也都是祭品 只不过是配品死亡的人 那些失踪的人 又怎么会在不同的空间 为了祭祀神明而不被打扰 这些教徒们会借助神的力量 开辟一个空间 外人无法进入 开什么玩笑 雇主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都不着急的吗 而且你 我看了他的穿着说道警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就这样看着不管 都不提前阻止吗 没有哦 男人笑咪咪的看着我 警方还完全没有发现呢 怎么可能 你不就是警察 可话还没说完 眼前的男子便笑咪咪的举起枪 对准了我的额头 我不是哦 另外一事已经开始了 我亲爱的主机瓶 六 我睁眼看见的是房间的天花板 没死 是梦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 没伤 翻身拿起手机 看了眼时间 八月十日 真的是梦 可被子弹抱头的感觉 却如此清晰 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 月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 岂不是说 啊 我的钱 还有村子 假的 都是假的 你鬼叫什么呢 一个声音突然从我的身旁传来 我这才发现刚刚一直有人倚靠着我的房门 金主爸爸 雇主 他怎么会在这 什么玩意 雇主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 我是你哥 哥 我有些傻眼 怎么 又不认识我了 我才多久没来 雇主一边伸手将我从床上拽起 一边说道 去洗洗脸好好精神精神 看看还能想起我是谁不 说着一把将我推进卫生间 我有些猛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是我的脸 也是我的身体 我看着在屋里一边收拾屋子 一边叙叙叨叨的雇主 但一时没想明白现在的情况 看看你这乱的 像个狗窝一样 妈下午会过来看你 你也赶紧把自己收拾了 别总跟个混混似的 丢人不说 妈看见你得哭 妈 我不是孤儿吗 真不记得了 犯病了 雇主百忙之中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去床头柜的抽屉里 拿出几何药 似乎实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我的房间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了 我突然想起之前梦里的雇主给的我 关于他弟弟的资料 有精神疾病的弟弟 他自称我哥 我变成他弟弟了 可这是我家啊 这是什么情况 赶紧吃药 雇主打断了我的思绪 将药物和水送到我的面前 我没病我有些混乱 下意识躲开了 是是是 你没病 你就是又开始混乱了 这次又想了什么剧本 看到我不想吃药 雇主直接亲自上手给我灌下去 也行 还知道我是你金主 咽下去 不然你下个月生活费没了 嗯 真乖坏了 听到钱就反射条件咽下去了 我不会有事吧 气 看我还在那迷茫着 雇主也没打扰我 收拾完我的狗窝 又去厨房做饭 下午 我看到了雇主口中的母亲 和我记忆中 已经去世了的母亲 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这怎么可能 他在我的记忆里 已经死了很久了 尸骨无存 更何况就算他还活着 也不该这么多年 毫无变化 他直接向我扑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 却被雇主挡住了退路 我的儿啊 你们受苦了 他抱着我和雇主哭 像是要把这辈子的眼泪 都哭出来 我受苦了 我认 我雇主他啥时候受苦了 你好好看看眼前的人 人模人样的 而且你们之前没见过面吗 又不是久别重逢 哭什么 我只想跑 但被雇主按在这哄他 在哄他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一些 他们口中的情况 这是我亲妈 那个也是我亲哥 更是管我生活费的金主爸爸 我也确实有精神问题 总是时不时地 就会忘记他们 一忘记他们 就喜欢给自己加些 不存在的绅士背景 还经常觉得他们死了 自己是个在村子长大 父母双亡的孤儿 总觉得自己长大的村子消失了 整个村子就剩下了自己 但其他所有人 都不清楚我口中的村子 你怎么每次开新剧本 都忘不了你的村子啊 就这么爱的吗 大哥无语看着我 他说我之前还疯疯癫癫地去报警 去找记者 问他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村子 他就在那 为什么说他不存在 他们就在我身边 可我就像看不见一样 就冲着警察记者闹 吓得他们直接将我关了起来 好不容易老实下来 结果说要自己赚钱建村子 我也不知道我也有些无奈 在看了他们给我的过去的照片 和生活影像之后 我也相信了他们的话 我应该是再次犯病了 忘记了他们 也难怪母亲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可不一样吗 还给大哥按了一个雇主的身份 让我寻找我 就是不知道我怎么会觉得 自己的亲大哥会不管我 可我也的确不清楚 为什么会执着一个不存在的村子 时时刻刻想着建村子 那时候你天天说 要盖村子当村长 谁说都不听 疯疯癫癫的 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可你也看不见 你大哥那段时间也不清醒 我急得两边跑 却也什么用都没有 好在你也是个坚强的 自己挺过来了 老妈说到过去 又开始哭了起来 大哥有些无奈地为他擦眼泪 我哥也有段时间不清醒 我有些疑惑 我并没有这段记忆 不过我没有的记忆还真不少 你大哥当时生了病 做了一个大手术 刚开始不太清醒 形象还不太好 都不敢出现在你的面前 怕刺激你 我听着以前的故事 伸手给妈递了张纸 不过后来好多了 你当时的情况也好不少 自己可以好好生活了 你大哥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我也就回去了 也真没想到 你大哥今天把我找来说完 他哭得更凶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哭 心里瑟瑟的 之后老妈和大哥 在我家住了几天 我过上了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幸福的像梦一样 可惜老妈不能待太长时间 大哥去送老妈时不让我跟着 让我在家老是带着 我气不过偷偷跟了上去 可惜跟丢了 爸 我看到了一个人 是那个在我梦里抢杀了我的人 可以说印象相当深刻了 抱着一种莫名的心态 我跟踪到他来到图书馆 我观察了他一会 发现他一直在看宗教相关的书籍 这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梦 是对我手上的书感兴趣吗 他向我走来 我看你一直在看着我 此时的他身穿白色的衬衫 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 但我觉得违和 抱歉 看我的眼神有些陌生 是不记得我了吗 除了之前做的梦 我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忆 不过能梦到 那我之前应该是认识的吧 我有些惊讶抱歉 我有些不记得了 他很温和地回我 没关系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我和你哥哥是朋友 梦里的雇主的确有个朋友 还是他为我推荐的大单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我 还说什么主机品 不过梦嘛 也没什么逻辑 这样啊 话说之前那个梦里 或失踪或出现过的人 都是我认识 或者无意间遇到过的人呢 他看我似乎有些溜耗 便找了个话题 你了解宗教吗 不了解 有时间的话 你或许可以看看 挺有意思的 他将手上的那本宗教相关的书籍 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随意地翻了翻 看到了祭祀相关的内容 这让我想到了梦里的那个祭坛 我翻书的动作 下意识停了下来 听说在教徒里流传着一个特殊的祭祀 里面的每一个信徒 都要献上一份 独属于他们自己祭品 问 他将书籍翻到其中一页 介绍到 就好比在这些信徒的眼中 对神明最好的祭品就是生命 而最高级的生命就是人命 所以这些信徒在献祭时选择的祭品 都是人 一般小型的祭祀 这些信徒会只会选择几个合适的人 相应的大型的祭祀 需要人命就会更多 但 这些不过是最普通的祷告仪式 有一个祭祀 他与普通的祭祀不同 在最后 除了主祭祀 其他所有的信徒 都要献上自己的命 因为这个仪式 是用来开启神明降临的通道 这个仪式需要的条件 最多最复杂 时间线也是最长的 就讲一条简单的吧 所有参与其中的信徒 都需要去找一个 与自己命运相合的人 作为自己单独的祭品 献给神明 这种祭祀 有多少参与其中的信徒 对应就需要多少祭品 他的话 让我想起了梦中失踪的那些人 被抛到各处的尸块 以及那让人身心不适的祭坛 那些人 那些飘在半空突然碎裂的人 那些人不过是底层信徒 献上的配菜 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这句话 我似乎在梦里听到过 同样是出在他的口中 这种祭祀 最重要的是主祭品 主祭品 什么主祭品 梦中在祭坛上 作为主祭品的 似乎是大哥 可他在杀我的时候 也对我说过 为什么 主祭品是如何选择的 若真的感兴趣 你或许可以好好看看这两本书 我也不能都剧透了吧 他很友好的想拍拍我的肩 可我却下意识地躲了过去 他有些惊讶 但并没有在意 只是让我早点回家 不要让我各担心 与他的交流 让我变得十分的不安 我明明没有接触过这些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为什么会那样详细 我不想了解 只想回去 但我脑海中 突然闪过这样一个画面 被五花大绑在祭坛上的哥哥 鬼使神差的我 带走了这两本 关于宗教的书籍 九 不是 这不是介绍宗教的书吗 里面内容怎么全是赞美神的 不需要细读 只是大概的翻翻 就能发现除了赞美神 其他的什么都没写 挂着羊头卖狗肉 等我正要翻向下一本的时候 你在看什么呢 大哥突然闯进来 一把抢走了我手上的书 少看这种脏东西 以后离这种东西远点 本来精神就不好 看完怕不是更要疯疯癫癫的 这可是你那朋友介绍给我的 什么朋友 大哥以为我在狡辩 随后想到了什么 语气开始变得无奈起来 离他远点 我会处理好 你老是待着就行处理什么 这次大哥没再管我 拍拍我的头 转身就出去了 还把我带回来的书 也一起带走了 之后的几天 大哥管我的狠言 不让我出去 我绝地大哥的反应不太对 他似乎不想让我接触宗教 他的朋友也不对 还有我的记忆 我曾经真的没有了解过 宗教祭祀吗 我如果没有了解过 又怎么会有如此真实的梦呢 我开始上网查询 我之前梦里的失踪案 网上并没有查到失踪的事件 在我梦中失踪的人里 有几个网红 梦里还是因为这些网红的失踪 才开始闹大的 但现在他们并没有出事 我还记得有几个人 就住在我家附近 我想去确认下他们情况 这几天我得想办法溜出去 是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做梦 一只温热的手 遮住了我的双眼 我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 但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眼前所能接触到的皮肤 正在发生变化 它不再干燥温暖 而是变得湿滑粘腻 我甚至无法再感受到 五指的存在 它变成什么了 触手 怎么 昨晚通宵玩游戏了 大哥向我递了杯水 看着我的黑眼圈问道 没 做了个梦 这梦真是奇奇怪怪的 什么梦 看我喝完了水 又给我递了早餐 记不清了 好像有个捂住我眼睛的手 变成章鱼触手了 大哥听到我说话 嘴角抽了抽 章鱼触手 怎么 半夜饿了 我吃着早餐 想到要外出的事也有可能 哥 咱们晚上出去吃烧烤啊 点几个章鱼腿不行 老实待着 大哥在我头上 来了一个暴力 转身就走了 晚上 大哥给我拿来一盆活章鱼 和善地看着我 你的晚餐活的 我抬头看了看大哥 他表情似乎有些复杂 不像是生气 那个 活得没熟 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哥有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活得不也有有人吃 我感觉他很想让我生吃下去 我哪里得罪他了 我今天在家很老实的 感觉自从我说完手便章鱼触手后 大哥就变得更可怕了 我怂了 最终我还是吃上了烤章鱼腿 好吃 虽然过程中大哥一直在骂骂咧咧 说着在管我 他就不是人 可有什么用呢 他不还是要管我 这天大哥似乎接到一个电话 和我说声 有朋友早晚上晚些回来 就着急出门了 听着声音 我想起了他那的奇怪的朋友 我现在对他的声音真敏感 明明我对他眼睛的印象也很深刻啊 也挺好 我可以偷溜出去了 大哥最近看我看得真紧 好家伙 门被反锁了 我哥是怕我出去啊 为什么 就因为那两本宗教的书 可那不是他朋友推荐的吗 他对他那朋友也不抗拒啊 甚至有点无奈 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 没关系 我还可以翻窗 踩二楼 拿着床单被照做绳索 我终究是跑了出去 我去找了记忆中附近失踪的人 他们都还在 有说有效生活得很好 难道就真莫名其妙的梦 小伙子 小伙子 就在我决定赶紧回家的时候 一个大娘叫住了我 小伙子 我和你说哈 我们就是刚刚开业 想拉拉人 一看你长得好看 咱们悄悄的谁也别说哈 你就做门口拉拉人 也不用你干啥是不 一天我给你两百 怎么样 大娘将我拉到一边 指了指旁边的店铺 悄悄地说道 我有些纠结 想先回去 虽说大哥回来得要晚 但我也有担心 那阿姨看我没说话 又咬咬牙 两百五十 不能再多了 我就待到四点 我想了想说道 钱是不多 但有点是点 我还要赚钱盖村子呢 而且四点 我也能赶在大哥回家前回去了 行 这是一家养生店 的确是新开业的 他们给我好好地收拾了下 还换了身衣服 随后就让我坐在门口 还真就是让我靠脸拉人 来来往往的 真有不少人看着我 他们窃窃私语 倒是给了我一种 我是大明星周围 全是不敢靠近我的粉丝的错觉 以前我还真没发现 我这张脸能有这么吸引人 可能是我以前太邋遢了吧 十一 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躺在祭坛上 哦 我好像借了一瓶阿姨送来的水 好的 学会了 万人送的水不要喝 哪怕是为开封的瓶装水也不行 看看 县城的教训 反正我醒来之后就到了这里 他们是怎么在底下挖出这么大的空洞 搭建这么大的平台的 没人管管的嘛 我发现我完全动不了我的身体 他好像不属于我了 我四肢分开被绑在祭坛上 一群黑袍人围着我一边跳着大神 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说实话 我就觉得他们比我更像神经病 在我以为他们大神跳完之后 就要解决我的时候 他们又带上来了其他人 我动了动眼睛 他们是曾经出现在我梦里的失踪人员 现实与梦境相重合 那似乎不再是普通的梦 预知梦 我有看到他们似乎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分尸 就像视频里的那样 那些黑袍人跪在地上高声念着什么 随后他们将血收集起来 又将尸块带走 他们或许是要去抛尸 毕竟梦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神迹 不是马 在一旁跟着做完仪式的主祭师 来到我的旁边 就像与好友聊天一般和我交流 我认出他了 大哥朋友 我梦里杀我的人 这回他似乎是主祭师 那大哥呢 被他叫走的大哥呢 我大哥呢 但我不想回答他这个滑稽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他出现在这里 我大哥哪去了 我还记得在梦里 我的大哥出现在祭坛上 他啊 他在忙着呢 他似乎并不意外我的问题 他忙着打破屏障救你呢 我突然想起 梦里的他说祭祀在不同的时空 他人只能看到 却无法触碰 大哥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努力救我吗 想着之前大哥说什么都不让我出门 是怕我成为极技品吗 你大哥短期可就不了你 我们可以聊聊天 他坐在我的旁边低头看着我问道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这个样子 很像即将被五马分尸可不是 这生怕我跑了一样 四肢被分开成大字形 各有一个绳索连着四个角度 除了末端连着的是柱子不是马 和五马分尸有什么区别 他似乎有些惊讶我的现在的反应 不过依旧温和地回复我 不用担心 你和那些配菜可不一样 你最重要是主祭品 时间还不到 就是麻烦你要在祭坛上多待些日子了我 主祭品 我想到了在我梦中成为了主祭品的大哥 还有杀我时说的话 你们什么选人标准 当初在图书馆时让我自己翻书 他不剧透 没想到最后我还是来直接问他了 所有的主祭品都是神亲自选中的 你身上有神的气息听到这个回答 我更觉得他们有病 不过他好像并不意外我不知道这件事 也是 我哥那么抗拒 可能去找他了吧 按他的意思 他们的神估计也挺有病的 不然能选中我 我还得想办法逃 我的村子还等着我去盖呢 我觉得你的主祭品 可能会先饿死在这就这样绑着 啥也不管 看他的样子也不行马上就要把我嘎了的样子 放心 你不会有任何生理需求 饿死不了的好极了 我没有找到逃跑的办法 因为我的身体完全动不了 光靠五官乱动并不能让我从祭坛上悄声无息地溜走 主祭师甚至特意关心了一下我的面部肌肉问题 担心坏掉的话会让神明不息 最后发现是我脑子的问题 那没问题了 不是 你们的神这么不在乎脑子的吗 脑子不是应该更重要吗 他只是温和地回我 反正都得疯 而且他认为 他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半斤八两 你这个祭师就这么对待你的神 我被绑在祭坛上好几天了 就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任何生理需求 我从最开始的努力找办法逃跑 到祭祷我哥来救我 再到大哥你别来 你也能做主祭品 最后干脆自暴自弃 在这里我每天都能看到人死亡 血腥气每天24小时围绕在我的身边 我从最初的害怕 开始渐渐有些麻木 我知道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了 主祭师他又来了 这几天他每天都会和我聊聊外界的情况 我哥的情况 警方的进度 很奇怪 他一边说着我哥为了救我去找屏障 说着他也可以成为主祭品 还要替我成为主祭品 一边又说着我哥因为母亲要求去找了侦探 给了侦探不少钱 让侦探别管我 他的话让我十分的混乱 受他的影响 我的眼前经常跳出我当侦探时抓猫找狗的生活 还有收钱时兴奋的心情 可我还能想起在家时老妈抱着我和大哥哭 我们三人日常温馨的相处 两种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交织 我有些分不清了 我到底是那个贪财没啥底线的侦探 还是现在这个有着温馨的家庭 却被荡成主祭品的倒霉蛋 大概因为我的混乱 我开始有些自暴自弃 或许等一切都结束了 我也就能分清我是谁了 时间快到了 我陆陆续续给那个侦探发了不少好东西 你说他会来吗 我想到在我记忆里的侦探 死在了他的腔下 我动了动嘴唇 没有说话 他并没有在意 而是继续在我的身边等着时间的流逝 那些信徒的音唱声围绕在我的耳边 不知过了多久 我眼前一黑 视线最后一秒 我看到 不远处 死在他腔下的侦探 或者说 死在他腔下的我自己 十二 本事连环凶杀案 凶手已逃出本事 警方证提供线索者 我躲在一个地下室中 听着耳边的新闻声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上一秒 我还是被绑在祭坛上的主祭品 下一秒一睁眼就变成了通缉犯 脸还是我的脸 身体也是我的身体 我没有变成别人 可都说我杀人了 还杀了上百人 怎么可能 我找到了我杀人的方法 使用一次性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怎么可能 我能有能力搞到这玩意 还不被人发现使用了出来 这是在看不起谁 还是太看得起我了 我看着网上的死亡人员的信息 我知道他们 他们是我记忆中的教徒和祭品 我记忆中他们的死亡 是成为祭品 献祭给神明 那时我也是祭品 我有亲眼见证他们的死亡 我也记得我有两次死亡 他们都与祭祀有关 我有自己是侦探时的记忆 也有着成为祭品时的记忆 他们让我的记忆有些混乱 我分不清是我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 还是我真的死而复生了两次 如果真的是死而复生 那我又为什么每次的身份都不一样 现在的我一边想办法躲藏 一边想办法探寻真相 我不相信自己会杀人 是通缉犯 我要去寻找真相 我去了被投放了杀伤性武器的地方 现在被封锁了 但我还是偷溜了进去 我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祭坛 我看了这些人作为祭品死亡的画面 那些人不是我杀的 是被那些邪教徒 是被神杀的 祭坛就在那里 你们看不到吗 在被警察抓住之后 我向他们喊叫着 我有报警 可你们没来 不对 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警察杀了我 不对 我也是祭品之一 是那些教徒杀了我 事实上 我的记忆已经开始变得混乱 分不清了现在的自己到底是谁了 我或许受到了那个祭坛的影响 可之前我并没有被影响过 为什么 疯子吗 哪有什么邪教徒啊 神啊 什么杀了他 那么多条人命 明明都是被这个疯子杀害了 不会是在装疯卖傻吧 想靠这样来逃脱罪责 还是送去做个鉴定吧 我被暂时关了起来 被严格看管的那种 我提起上述 但没有用 我很难理解自己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犯 我看着小心翼翼给我送饭的人 突然觉得很没意义 没人会信我 无论我如何证明这件事是多么的荒谬不合逻辑 可他们就是相信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然后给出相当严谨的证据来证明我的罪 可这些证据在我看见十分的不可理喻 什么我通过神的力量屏蔽了人的胆汁 通过杀人为神献上祭品 明明之前他们还说没有神的 还说我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怎么会如此的前后矛盾 我逃了 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想办法开门 然后走出去就好 所有的安保就像耳龙眼下了一般 诱惑着我这个人隐形了 为什么看不见我 我突然想到在后期 他们说我用神的力量屏蔽了人的感知 我的起了一身冷汗 我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这个世界 我要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去找了我记忆中的哥哥 我的雇主 但我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信息 他就像是我在记忆里凭空捏造出来的一样 还有他那个杀了我两次的所谓的朋友 我同样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我再次去了图书馆 找到了那两本宗教相关的书 这次里面的内容变得十分的正常 介绍各国宗教的发展历史 一切正常的就好像是我的幻觉 我像是这正常世界里唯一的疯子 但这个世界是不对的 不然 我怎么能这样轻易的就跑出来呢 我去了最后一个目的地 那个 我死了两次的场子 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十三 我再一次的来到了场子 这是第三次了吧 这一次 我没有找到那个第一次来时发现的地下通道 也没有找到我记忆里的那个祭坛 之前的两次真的都是梦吗 我不知道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往楼上走去 我看见了一个人 很熟悉 那个记忆中杀死我两次的人 他似乎就是在等我 我动了动有些干涩的嘴 你到底是谁 杀了我的凶手 哥哥的朋友 邪教的主技师 这是我见他三次产生的三个印象 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 我的两次死亡 我是谁并不重要 身份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 太依旧温和 可我讨厌他的温和 见我不再说话 他便继续说道 要上来看看吗 或许我们还可以聊聊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跟上了他 他带我来到了三楼的一个平台上 示意我向下看去 我看到了那个我在楼下时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的祭坛 看到了祭坛不远处正小心探头的侦探 同时 我还发现 那个在侦探视角里躺在祭坛上的雇主 其实是自己 似乎有什么遮蔽了侦探的眼睛 你瞧 三个毫不相干的空间 在同一时间相互交织 多有趣 这里有三个你 三个我 三个事件 他们同时存在 又互不干扰他笑着向我介绍这里 你觉得这像什么 我个人觉得把经历的一切 当成幻觉幻境什么的会更好一点 不想听他的废话 像修仙小说里的幻境那样 你失去记忆被困其中 你经历不同的时空 有着不同的身份 这些都是幻境里的关卡 我是喜欢看小说 但 只要通关了就能离开这里 而且 不懂 但我对这些完全没兴趣 真相我可以自己查 我拿出被我藏起的刀向他砍去 听他说话只会让我更混乱 我的精神状态已经够不好了 不想再加重了 我现在只想把他杀了 跟上来也是为了寻找机会 反正在我的记忆里 他杀了我两次不是吗 那我杀他一次也没关系吧 杀了一次还欠我一次呢 他似乎没有想到我的动作 躲得有些狼狈 你都不想知道 真相吗 再一次狼狈地 躲过我的攻击之后 他忍不住地喊道 不想就想弄死你 你不想建村子了 我停顿了一下 但还是向他砍去 你哥可又要为你而死了 他已经为你死过一次了 不是吗 这一次我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我哥死过 你舍得让他再死一次吗 这次他似乎对我这次的反应很满意 起身一边整理着 自己狼狈的形象 一边向我说道 说十四 你可以理解 这里是一个幻境 或者是梦境 你 我还有 他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还有你哥哥 我们都被困在了这里 想要离开这里 回归现实 他故意停顿了一会 吸引我的注意 只要你多死几次就好了 看我又有要动手的意思 他赶忙继续说道 你哥他一直不想让你经历死亡 他想要自己去找其他的办法 破除屏障 所以在第一个时空中 他去找身为侦探的你时 给你了不用找人的暗示 他不想让你往下探索出事 没办法 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引你行动了 在第二个时空中 他还是想让你老实 带着不要接触宗教信息 甚至想着 如果无法破开屏障 就自己替你死亡 所以在侦探视角 才会有大哥是主祭品的画面吧 可惜 我才不会让他再次为你而死 为我而死 按他的意思 那真是我大哥 还因我死过 看着我因他的画而产生回忆 他伸手向后探去 取出藏着身后的枪支 可这一次 他没有了抱头的机会 在他有动作的瞬间 我就冲向了他 拼着手臂受伤 将他手上的枪支抢过 丢到楼下 我怎么可能一点都不防着你 总不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死在同一个人手上 似乎是没想到我的反应 失去了枪支 他也只能与我肉搏 可我有刀 大概是知道优势在我 他又开始叙叙叨叨 话说我那身警服怎么样 我一直想穿那身来杀你来着 感谢这里终于让我实现了愿望 我这次应该再穿上它 来见你的神经病好烦 得了便宜还卖乖 见到妈妈了不开心吗 大哥真是偏心啊 我都没见到 你还见到了好的哥哥 我哥就只会拿出手 戳我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可恶 杀不了 我手上有刀 可受了枪伤 他手上没枪 可也没受伤 我俩菜鸡互搏 半斤八两 几次想把你引来杀掉 多得先想办法 把大哥支开困住 被发现总是会被触手抽我 什么大哥 触手 哈 因为那也是我大哥 他没回我触手的事 但给了我一拳 好像我抢了他大哥一样 我怎么不记得有他的存在 真是的 明明你多死几次就能解决的事 大哥就是不同意 说什么怕你真死在这里 他越说越气 越说下手越重 死就死嘛 有什么关系 反正还有我 他打人真疼 没事 我也有力气 我想办法将他困住 他回了我一个肘肌 随后十分灵活地挣脱了我 他似乎看了眼祭坛 责了一声 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想着建村子吗 见我没理他 继续向他砍去 他突然笑着迎上了我 不想听我说 那你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十五 他死了 是主动死在了我的手上的 在他说完那句话之后 他突然主动地向我的刀撞去 我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太突然了 但这一瞬间 我也同样看到 在他死亡的同时 侦探重枪身亡 祭品死于献祭 三个空间 三个人死于同一时间 空间似乎发生了波动 他说的什么幻境是真的 可我并没有死啊 他到底是谁 我鬼使神差地摸了摸他的脸 接下了一层皮 假脸啊 我看到了他真正的面孔 那是和我一样的面孔 原来 他也是我啊 只要我多死几次 就可以离开 但他也是我 他死也是我死啊 我也知道了 一直要杀我的都是我自己啊 因为时间不够了 不想最后是大哥代替我死亡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地杀死自己几次 我的眼前一黑 这是可以离开了 可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弄明白 十六 有几个好消息 我离开了所谓的幻境 我也知道了继续探寻真相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一场梦 梦里的我非得死几次的原因也找到了 是为了让我本人赶紧醒过来别睡了 想骂人是不是 别急 还有坏消息 我现在就是醒了也没啥用 我人正被绑着 为啥 因为我现在是邪教祭祀的主祭品 我人就在祭坛上 这是一场开启神明降临通道的献祭仪式 所有的配菜都已经上完了 就剩我这个主菜了 我说梦里的我为啥等不了其他的办法 非得杀我三次 这我要是没醒 下一秒我人是不是直接在梦里就没了 也不会 或许大哥会替我成为主祭品 再一次为了救我而丢掉性命 大概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所以我才会在梦中想着让大哥不要管我 可他依旧在努力救我 尽自己所能不让我遇到危险 所以我才会在梦中专注地杀掉自己 阻止大哥 我死可以大哥不行 所以我才会梦到为了250被骗去当祭品 因为现实我就是这样成的祭品 那天逛街有个人拉住我说他们有个讲座 听课有钱拿 一天250 我可真是个250 17 我看着祭坛正上方突然出现 本应该不存在的 却变成了八爪鱼挂在棚顶的我亲大哥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新的形象是真的辣眼睛 可我就是认出来了 可能是兄弟间的心有灵犀吧 当然 更可能的是 他救下我后 一个触手将我抽到一边 然后和那些邪教徒们打了起来 抽得真疼 是我哥没错了 多年不见 看见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应该哭的 但我现在想的却是 之前他说什么来着 再管我他就不是人是吧 就说发不能随便立吧 这回真不是人了 都变成八爪鱼了 难怪梦里我说章鱼的时候 他是那个态度 我由衷地感谢我亲爱的大哥 在梦里和我相处时 没用这个形象 但他好像和另一个我相处时 使用这个形象 嗯 真好 我没有他的记忆 我看了看眼前这些 为了和我哥战斗 癫狂到变身的邪教徒们 蜡眼镜 十八 邪教徒们都疯了 肉体精神双重疯癫 他们就像是变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毫无理智的那种 是在场为二的人形 是我和主技师 他在指挥着那些疯狂的邪教徒兽们 追杀我们 我疯狂乱窜 大哥抽空还会抽我两下 给我抽一遍去 可能是觉得我碍事 你们这些迷失者 终将回归神的怀抱 因为献剂中断 时间上又有些来不及 主技师似乎想强行献剂自身 重启一试 开启通道 阻止他 大哥被那些邪教徒们困住 只能叫我上前 根本不用大哥喊 我就已经冲了上去 我想用刀将他逼退 但他不躲不闪 甚至主动迎上我手上的刀 迷失者 你们进行的每一步 都在前往归途糟了 他神神叨叨地死在了我的手上 但一事却并未终止 济世的鲜血被祭坛吸收 那些邪教徒们前铺后继的冲向祭坛 用身献剂 一事所连接的通道打开了一条缝隙 神明像此处一瞥 我无法动弹 视线模糊中 我似乎看到到了过去 我从小在村子里长大 泥土房 篱笆墙 泥泞小路通向稻田 到处是孩子的笑声和村民的劳作声 如此和平的村庄 某一天迎来了来了一伙外地的游客 他们很热情 村民和孩子都很喜欢他们 但那一天 他们将整个村子的人作为祭品 献给了神明 刚当上警察赶着假期回来探亲的大哥 就吓了我 神明似乎对祭品很满意 村子迎来了短暂的神将 大哥捂住了我的眼睛 而他直面了神将 在那之后村子消失了 所有人都消失了 除了我 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也是唯一一个还记得村子的人 所有人都说我疯了 狗子 你在发什么呆 大哥大叫了我一声 我才回过神 他的状态很差 似乎无法控制自己 是因为神将吗 不对 你刚刚叫我什么 狗子 好的 我精神了 我抓起大哥的爪子砸向了祭坛 真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力气 变异了 好在 祭坛碎了 一事再次中断 但我人也要没了 救命 我该如何逃过大哥的追杀 在线等 超级的 十九 神将失败了 不科学的屏蔽消失了 警察们找到了这里 大哥躲起来养伤了 毕竟他这个样子也不好见人 外界失踪人员太多了 里面还有网红 事件越闹越大 警方也一直在进行寻找 可惜因为一直被神秘力量干扰 警方无法找到这里 好在现在那股神秘力量消失了 案件最终被认为是邪教组织的集体献击事件 在自身献击的过程中 他们还拐骗了很多无辜者作为祭品 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人 极其恶劣 之后 大概就是在考察清理现场 和对受害人身份 联系家属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我先被送去了医院 并暂时看管起来 谢谢大哥在半死不活的时候 也下了狠手打我 不然我很难解释 身为唯一幸存的受害者 在所有人都没命了的情况下 我却没怎么受伤 虽然我现在也需要好好的想想 一会路口共识 该怎么解释现场稀碎 就我一个人存活的情况 二十 在养病过程中 大哥一直在病房陪着我 他躲着其他人 但不再躲着我 我也知道了梦里老妈说的都是真的 真有你的 怎么找到老妈的 你不想见他吗 想 我还想见你 可他们都说你们不存在 我是的精神病 你的确有病 你也见到了你的第二人格 不是吗 啊 是他啊 他好像很讨厌我 可梦里他打我时 又没使过全力 我很清楚 只靠我自己是甩不动我大哥的 所以第三次 他想杀我还是能杀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偏要和我菜鸡互捉 但我有时会想 这次的陷阱勉强算是失败了 虽不知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但如果最后成功了 大哥或许会用自己 来代替我成为祭品 让我活命 而这些人 这件事 是不是也会像我记忆中的村子一样 被凭空擦除 除了我再也没人记得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 是因为我们从那个 已经成功了的大型献祭中 跑掉的原因吗 所有我们身上 才会有神明的气息 才会是主祭品 那个祭师才会说我们是迷失者 只有我一人的病房里 传出了第二个人的声音 嗯 我没问我哥是怎么变成这样 还保留意识的 毕竟那些差不多 同样变成这样的邪教徒们 完全没有保留身为人的意识 我也没问他这些年都去哪了 但我能感觉到 他这些年在知身与神对抗 二十一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轩人大波 国家也出面开始打击邪教组织 我的伤养好了之后 又陆陆续续去了几趟警局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案件已经在收尾阶段了 我还被单独进行了一次防诈骗讲座和安全意识讲座 甚至在警察哥哥的目光下 下载了反诈APP 我听到了我哥对我的嘲笑声 可我没脸反驳 二十二 太可怕了 真是不能理解这些邪教徒 他们不会后悔吗 又不是真的 信自己不好吗 在回去的路上 偶尔还能听到对这件事的讨论 是啊 又不是真的 哥 我不想盖村子了 我们去找一找其他的邪教据典吧 过了很久 我才听到耳边传来的很轻的一声 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 但如果神都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 或将以人之身对抗神明 即使前路无望 全文完